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东暴不平 那么华为的手机为什么大复活呢 因为华为在中美贸易战 川普不断使出绝杀令的情况之下 其实华为海外市场真的是大崩盘 华为跌倒到底换谁吃饱 谁得利 等会要来告诉你 同时很多人告诉任正非说 那不然我们来坐车吧 现在就夯得不得了 我们干嘛不坐车呢 想不到华为造车的这个说法 以及建言被任正非打了回票 任正非甚至非常火大的是 他说谁在讲 我就给谁调职 不准再说造车这件事了 又是为啥 我们先来讲手机大复活 好 那华为这一次在川普的全面封杀之下 后来网开一面 所以他在夹缝中求生存 因为后来高通他申请到 对华为5G之外的可以给他晶片 所以这一次华为在4G这个部分 他找到了一个突破点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华为是在未来他有机会 在4G这个部分还复活的 那最主要就是华为 所以他的大复活是4G手机大复活 不是5G了 对 那华为这一次他为什么 因为他这次调太多了 他包括所有的中国市场以外的市场 包括非洲 西欧 中东 还有南美洲 中南美洲 所有全部所有通路通通调 所以他为了要稳住他4G的命脉 他也要稳住他在整个全球4G的 这些团队 所以他不得不再利用这一次 赶快跟这个高通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订单 那这个订单高达多少 18亿美金 18亿美金等于500多亿的台币 记不记得华为在这个9月15号限定之前 给台积电220亿台币的大订单 那等于是台积电上市订单的两倍多 但是你问题就是说 问题就是说他给了高通订单 就表示他要生产这么多 所以不是只有高通好 是整个台湾供应案都会好 因为他买了晶片不可能不做手机 所以大家就想说 华为能够找到夹缝 对华为概念股来讲 台湾应该有机会 比如说上游的台积电 我们来看 晶圆代工是台积电日月光晶圆电气光精测 包括艾西社 联发科 联永敦海等等 这些都是一头拉股的华为概念股 在今天景硕 南电 顺德 新巨科 那是亮灯涨停摆 连鸿海都出来说 我的股价太委屈了 对 流量委说 鸿海不管是从它的股价比 它的本益比都比同位还低 所以讲完以后 鸿海至少还表现一下 我们来看鸿海的一个K线图 那鸿海还不错 最近还是站在均线市上 鸿海出来画完翁 还是委屈了 或者是股价太低了 都会涨 但是涨可能只有一天 因为你没有拿出实在的一个力量出来 因为之前郭台铭也曾经好几次说 他们很委屈 没有 你看人家鸿基 他不讲 他就直接买给你看 我董事长 总经理 我买个三千张一根停板 买四千张两根停板 那两根停板对鸿基来讲 那已经不是三千张四千张 所以刘良伟 刘董事长 自己买 你就不要讲 然后透露消息给记者 这样的话 两根停板比较快 对不对 你说了半天 到底鸿海涨不涨呢 鸿海最主要是太大堂 不是人手一张 是人手一缸 而且这一缸已经套了两三年 已经本来是大白菜新鲜的 已经变成已经浸到已经变了 变成酸菜去 所以我觉得他上档还是会有压力 但是在这边董事长既然出来讲 今年的成绩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低点也是有限 但是高点也是有限 不会是标股 我们回来看鸿海的盘中走势 在今天鸿海的股价表现 我们回到今天的股价表现 是上涨1.22% 涨1块钱83的收盘价 我们回到华为供应链 那么既然它要重启手机制造 特别是在4G的部分 那哪些个股会收费呢 好 那这一次的4G它是中阶的 那如果是5G的话就高阶的 那5G的865的销融的订单 是给台积电做 4G是给三星做 所以台积电没份 那台积电竟然没有 联化科也没有 所以上游的话几乎都没有 中游有机会 所以为什么今天你看 景硕 南电 顺德 新巨科 都是在中游 下游在表现 所以上游这一次 没有给台湾的一个 联化科跟台积电 这个部分是没有的 那台积电上市也赚过了 5G已经赚过了 没有了 所以我想比如说大力光 郁金光 我们来看郁金光 好 我们来看郁金光 那郁金光今年 它如果从这个本一笔来讲 它是有受委屈的 我们看昨天前天 这个蔡总不是讲吗 第一个 它股价从800多块修正到现在 其实修正够了 所以如果华为这一次的市区 它可以正式的在往后 包括第四季跟明年 能够这个正衰起闭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反而是看好 镜头的一个郁金光 好 那今天呢 媒体也谈到 华为任正非生气了 他为什么生气呢 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我坐车了 因为大家都说我们来坐车吧 我们手机不行 我们来坐车吧 他明明就有能力坐车 他为什么不坐车 甚至气到寄出 谁在讲就调职的绝杀令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川普对华为的全面封杀 他除了受伤以外 他也从失败中 他得到一个教训 我手机5G的 我4G的 我如果没有高通的话 我坐手机就干嘛 我没有高通晶片 我根本就没办法卖 所以到底是做手机重要 还是做晶片的重要 都能做晶片重要 所以我要做华为我要做以后汽车的高通 我要做高通 所以我要做什么 我不坐车 车子还是车子 永远都是车子 不然你不可能24小时在车子里面 车子设备在好 里面游戏在好 你也不可能一天在里面玩游戏 所以我要做三个 第一个做什么 AOS 就是智能AI的驾驶的系统 第二个做什么 做HOS 就是座舱作业的系统 第三个我要做什么 VOS 做什么 做操控的系统 就是说你在车子 第一个 你驾驶舱的整个操作面板等等 那些都要软体去配合的系统 我以后要做晶片 我要做汽车的高通 所以你如果任何人再跟我讲说 叫我华为去做电动车的话 我马上给你吊子 所以现在华为大家说到电动汽车 都不敢说 所以他要做车子的大脑 他不要做车子本身 带我们回来谈任正非 大家都在看说任正非会死不死 但是我们看到他走到今天 看来又有机会再翻身 所以任正非他自己讲 他说我从年轻到现在 经历过多少苦难 我每天想的都是 如何从失败当中爬起来 对 那任正非在这次华为被封杀的过程里面 常常讲三个字 活下去 跟他从小的生长背景是有关系的 他们家七个兄弟姐妹 只有靠他爸爸妈妈的薪水 薪水就他爸爸是一个教授 那这两份的薪水 因为经过三年的饥荒 你知道他们小时候 两三个兄妹是睡共同一张的棉被 另外棉被下面垫的是稻草 因为他冬天下学嘛 所以他是曝出生的 对 那所有的东西配挤 他爸爸说一定要用配挤的 因为你如果配挤的 不配挤的话 七个可能有一两个会死掉 所以用配挤的 你是说兄弟姐妹吃饭还要配挤 配挤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用罐子装 那他饿了怎么办呢 他说饿了我就去拿米糠 加一点青菜 弄在一起 然后干嘛 然后用烤着吃 所以他们撑过来 这样撑过来的 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在这一次一直讲 活下去活下去 华为就是要活下去 就是跟他从小的成长背景 是有关系的 不过在他那时候 在刚成立华为的时候 他有问他爸爸 他爸爸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说如果我要开一家公司 怎么才会成功 但很简单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所有的公司 出钱的人 大老板 会请一个掌柜 会有一个团队 那他们的利润是 四六分跟五五分 所以他一听到这样 他华为的股份 全部释出去 自己只有留1.4% 因为这样 所以华为的聚集的一个 整个他的一个团队的向心力 就很够 除了这个以外 他本身也遭受到 所有你想不到的劫难 比如说2000年 他陪这个胡锦涛 去欧洲访问的时候 元月18号 突然一个电报过来 赶快回来 妈妈变为 因为他妈妈被车子撞了 撞了以后跑掉了 跑掉又送到医院 谁认识他 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口袋只有40块 40块怎么开刀 怎么医 所以延误就医 他赶回来 只有见他妈妈最后一面 他爸爸 他妈妈过去以后 他爸爸突然有一天 在贵州买了一瓶饮料 喝下去拉肚子 然后就胜衰竭死掉了 就是他的 然后他自己那时候 创造华为之前 刚好被公司坏 那坏了以后 他负债200万 然后他太太又跟他离婚 你看爸爸妈妈死了 爸爸死了 然后失业了 然后太太跑了 那奇惭 然后负债200万 所以他在华为里面 那时候2002年 刚好网路泡沫 网路泡沫又天天 他都是晚上做噩梦 然后他说晚上哭哭哭哭 哭到早上起来 又眼泪擦干以后 又穿着皺皺的衣服 还是继续的平 每天加班十几个小时 所以他在华为里面 到现在75岁 一年365天 他200天在外面跑 在外面看市场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他一直讲说 华为一定会活下去 华为一定会活下去 很多人不知道 任正非他还经历过 两次癌症的折磨 所以这样的人 有钢铁般的意志 可能真的不会死 所以刚刚 我们终于知道 中钢为什么和特斯拉有关了 他是他的隐藏版 李舵 那我们也来谈谈 有什么福气 三阳威斯比 又为什么会跟 吴宜丁的炒股案有关呢 又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康有炒股案 立委吴宜丁之父 也就是吴光迅 因为涉及违反 资源交易法 在昨天最新的消息 是三百万元交保 想不到这个案子 越滚越大 现在竟然还滚出了 过去我们所不知道的 三阳威斯比也在里面 台南某富商也遭到月谈 其实这个故事 其实我们要讲最前面的话 黄温烈炒股的做法非常先进 先进 他全部自产自销 你知道我们之前讲 他炒股然后潜逃新加坡 但是他一开始炒股的这个钱 绝大部分是自己来的 为什么今天会牵扯到 这些维斯比的董事长 然后包含了吴宜丁的爸爸 是因为他把这个机会 分给大家赚 有一些大家赚 对 对 那好 我们先讲 可是他原先其实不要的 这个人搞不好以犯罪者来讲 还蛮够意思的 黄温烈原先是在中国 成立一个百分之百 这个持股的孙公司 叫做六安华元制药 然后跟银行抵押借了七亿 然后七亿不是借到 有这个钱对不对 所以他本来想自己搞 他原来完全自己搞是够的 所以他把这七亿拿到之后 叫困境师做 把七亿全部搬过来 搬过来之后就开始炒股 一路炒到最高的时候 康有KY曾经高到五百多块 然后因为他自己 黄温烈自己不会操盘 所以他还特别找了一个 在台中搞建筑开发的江董 叫江中兴 江中兴就一路把他从三百多 炒到变成生计股的股王 但是不知道是他们想要杀鸡取卵 还是他们炒股没有经验 一瞬间第二天就变成股王之后 第二天就让他往下无量下跌 一直跌跌跌跌跌跌到现在 根本有内鬼停止交易了 所以你看这整个过程当中 从头到尾都是做好准备 做好计算 连钱都重好了 可是他中间不知道怎么搞的 可能早来朋友跟他讲说 这个股票我要做 然后让你们来介入 才会牵扯到今天被证交法起诉 然后交保的这些一路这些金主 包含了吴怡丁的爸爸 包含了维士比现任的董作 那否则他自己所做的规划 已经非常完整 风迎吾会卷入炒股 这不令人意外 但怎么会有威士比 三娘威士比也扯在里面 三娘威士比大概是台湾的 工地饮料的传奇 是啊 小蜜蜂 对对 我跟你讲 以前大家要讲威士比 可能还没有保利达 保利达批 对不对 广告你都会唱 我跟你讲 在这种状况之下 威士比想要追上来 保利达批已经把所有的 檳榔摊封了死死的 但威士比要怎么追上来 你有檳榔摊 我有小发财 我就直接开小发财 然后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在工地卖 而且卖了之外呢 他们整个行销手法很聪明 就是找名人代言 名人让你觉得这东西不错 然后又有知名的人士喝 那喝着喝着 发歌嘛 周润发啊 我跟你讲 发歌是他 反败为胜的关键 因为你找了发歌 还不是很接地气 反而是香港来的赌神 大家一看就超棒的 虽然他这样 但问题是 他带来的是一种想象就是 今天赌神跟我喝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一瞬间 至少摆脱了威士比 就是威士比至少把刚刚讲的 保利达已经甩到后面去了 所以这样子我们坦白讲 他十年据说 十年你不要小看这个广告 为什么你有一段时间 中午下午的节目 都看到他们广告 因为他十年时间静悄悄的 赚了大概超过一百亿 甚至还有一派说法到两百亿 所以连他公司的网站 都叫Hokila Hokila.com.tw 薛衡那这一次被约谈的是 威士比的董事长陈和顺 但我们知道威士比的创办人姓叶 那为什么现在董事长会姓陈呢 好 这个故事就是聪明的人 通常比较知道君子远刨厨 就这公司我创办 钱也是我来赚 但我不一定要自己站到第一线 所以叶青山呢 不管包含了这个分家产什么东西 都分得很干净 很公平 可是威士比 还有三洋法 还有真口味的董事长 是给他二房的弟弟 也就是他的妻旧再来 名字都是他 因为陈和顺 这是二房的弟弟 难怪姓陈 来 对 所以根本跟他来讲 就是姻亲的关系 所以陈和顺的经营 跟他站在第一线 就让叶青山可以隐身幕后 不需要站那么前面